嗨,大家好,这里是畅畅 今天给大家录的这个视频主要是给 因为在私信中也有收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就是问华西研究生他的补助怎么样 就是有一些考研党的同学他过来咨询说 他想考华西的研究生,想考华西的专硕 然后就来问一下在华西 如果读专硕的话 他能拿到多少补助呢 就大概的话就是学校会发600 然后医院的话好像第一年是800 就是你研一的那一年是发800 然后研二那一年是发1000 然后研三那一年是发1200 然后华西的话我觉得 就是他给的值班费是真的很高 然后就问过就是现在博士的研究生的 室友们他们绝大多数就是山大的呀 如果是ICU那种重症监护室的话可能一个夜班能拿到大概100块钱 华西的夜班就是在应该是整个医院的所有科室 周一到周五如果你职业班的话 然后正价当天他的值班费就是600块钱 然后值班的话一般就是24小时在医院 然后第二天等查完房处理好自己的病人就可以下夜班了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华西他给的值班费真的是挺高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全国这些院校当中值班费最高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今天就是就是有同学在私信里问这样的问题 然后就给大家来讲一下 好我是畅畅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多投币多转发多点赞哦 今天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下期见 拜拜 拜拜